说起东北菜大家是一点也不陌生 每个人都能说出几种 但今天我们要打探的 可不是那几道招牌菜 而是一些不常见的菜品 以前老板娘在那边开店的时候 刚追随着老板娘来到这个店 大概十几年前 我小时候老板娘还没结婚的时候 就在家吃 现在孩子都过差不多高了 听时刻这么一说 小编我掐着一算 看来这家店还真是有些年头了 那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才能吸引大家这么长时间呢 力推这个肉应该是雕烧五花肉 这个生菜吃不吃我觉得都无所谓 因为有点油 反正就是这个肉配这个蒜 这个五花肉就不会那么油腻 然后上面有紫然 然后也有点芙芙味 就是那种甜甜酸酸那种 豆腐乳那种感觉味挺好 雕烧五花肉是我们今天打探的第一道菜 做好的五花肉搭在小木架上 配上新鲜生菜 口感和卖相都很不错 这个肉其实说是它还是适合热手吃 然后凉了它说口感有点稍微差点 东北那嘎的那么冷 然后再搭到架子上冷得更快 因为咱们东北 它说因为它都做炕头 所以咱们那个污里比较热 味道还是挺适合吃的菜 对对对对 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 都是盘腿在炕上吃饭 炕烧特别热 这个应该还是在郑州比较少见的 雕烧五花肉 你看哈 这样一包再来一片大蒜放进去 这样的话你能感觉完全就是那种 东北那种烤肉的吃法 味道很浓 那个自然的味道 因为它都是那个自然力 你一口下去之后呢 那个香气会在你嘴巴里面一下爆开 你知道 香气会很酥 既然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不常见的东北菜 那除了吊烧五花肉 还有什么菜是别的菜馆吃不到的呢 扫烤大全 烧烤大全 对 里面有鱿鱼 鸡蒸 牛肉 它是烧烤嘛 里面有孜然味 它有可能把这个可以扫烤的东西 弄到一块 经过爆炒以后 这道菜包在我们北方是特别常见的 但在南方特别稀少 因为这个一边的地点还很少 都见到 因为我来这边也很长时间了 原地点是特别少的菜 我和这儿属于南方你知道吗 一般东北烧烤的特点呢 就是会提前腌制 而这道带有东北特色的烧烤大全 也不例外 牛肉是经过提前腌制的 然后和准备好的鸡蒸 鱿鱼 墨鱼丸 一起焯水备用 为了让它吃起来有烧烤的感觉 这道菜在炒制的过程中 加入了孜然粒 芝麻粒 辣椒粉 以及东北烧烤酱 牛肉本身吃起来还是特别嫩的那种口感 因为肉片它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那个咬劲也有 而且味道呢 其实都已经入进去了 因为它这个牛肉呢 是有提前经过腌制的 再加上这个孜然啊 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 一搭配之后 其实你基本上完全就是那种 东北味的烧烤的感觉 说了这么多口味重的摁菜 是不是需要来点清淡的搭配一下呢 您旁边吃完的这份是啥呀 这个是 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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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红的吗 是啊 跟那个蟹一样 蟹一样 多吓人呐 比较滑 口感会好一些 有一种肉的感觉 黑而不腻的感觉 吃起来 稻子里边很滑很柔 以前有见过这个红萝卜吗 没见过呢 葱烧红萝 说起这道菜可能很多人都会对红萝比较陌生 因为它主要生长在东北地区 这个没有养殖的 它这个都是这个野生的 这个是一般它还是分季节性的 所以东北人也不是说 就能吃就能吃得到的 那对 我跟你讲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散盖上面 粘液特别重 对 它为什么叫野生呢 野生它就是说不像养殖那种 就像那个森林那种像松茸似的 但是它产量也特别少 比较少见 对 少见 这个红萝说句实话真的是第一次见 嗯 就是那种筋筋的 韧韧的 还带点脆脆的感觉在 其实它这个呢 酱味并不是特别的重 就是淡淡的那种 更多的你吃到的 还是这个红萝本身那个原汁原味 吃腻了东北的大锅菜 小鸡炖蘑菇 这种有特色不常见的东北菜 你确定不来尝尝吗 这家店的地址是在 郑州市金水区成东路 与顺河路交叉口 往南50米陆溪地道东北菜 欢迎收看今天的香香美食 又到了晚上觅食的时候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感觉一样 早上的时候吃完早饭 中午就有点什么都不想吃 可是到晚上 我的妈呀 Oh my god 六七点钟的时候 肚子饿得叫啊 总得吃点 总想吃点那种有味的 可能中午都叫我减肥 对 其实到晚上减不了了就 那今天吃个啥有味的 我们今天就手筷的 手筷 卤串 卤串 卤小串 烤的 涮的 涮的 串串 我喜欢 但是这串串没啥特别的 你看咱平时吃串 红油辣锅 对 常见 但是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锅底 跟水果有关系 锅底跟水果有关系 习惯的锅底里来配点 习惯的涮菜的 水果难不成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的 赶紧走吧 这也还是正宗的四川串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的 好多种啊 不过我还是比较好奇 如果这种四川串串 配上水果锅底是啥 我们赶紧去点菜吧 看着店里这么多人热气腾腾的 那体验之前 先送一波福利 给电视激情的观众 也热热身吧 第一波福利送出就是 五十元的代金券 二十份 那么口令完了 发送奇特两个字到 香港美食的微信公众号上 前二十名就可以抢到 价值五十元的代金券啦 虽然说这儿是一家 川味主打的串串火锅店 乍一看没啥不同 但这儿的玄机就藏在菜单 和这大大的冰箱里 先从锅底找起吧 红加青一共一二三十几种 我看它还有冬因公酸菜 是吧 我找到你说的水果了 番茄木瓜 这味得多怪呀 你们不都喜欢吃木瓜吗 也喜欢吃番茄 但这两个混到一起 再涮四川的麻辣牛肉 你觉得你能想到这个味道吗 黑暗料理 何止黑暗料理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挑战一下 这个番茄汤味大过于这个红油汤味 全是那个番茄浓汤的味道 而且看那个汤底特别的稠 但是我觉得唯一和咱以前吃过的 那个番茄过底不同的是 因为木瓜真的是很香 它渗透了点那个木瓜的清香味 我觉得可以先尝尝这个汤汁味 它这个番茄汤要比以前吃的 那个番茄锅底的汤酸 但是后劲是有一点木瓜的清香味的 番茄木瓜汤已经让大沫沫不知道 该如何下涮菜了 当她去挑选涮菜的时候 第二轮的不可思议就开始了 我没有看错 这是残泳 是那种小残泳 就是还跟在夜市场吃那种炸的不一样 被爷说得好 去到头就可以吃了 炸的吃过 还没有吃过涮的 它这个还蛮奇特的 菜上还有这个 萝卜肉 对萝卜肉 萝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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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红烧肉 你看 红烧肉 你看 看着怎么过眼 我也咽口水了 红烧肉 这就是红烧肉嘛 特色享友善 赛鱼 打同飞肉 打同飞肉 它这一排简直是稀罕物太多了 我第一次在四川创上店里吃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菜品是要如何在一个清新酸爽的番茄木花锅里涮的呢 我觉得我们从基础的先来吧 虾仁是肯定没问题的 看看涮过以后什么味道 还有啥可以涮的 还有啥 番茄牛腩 对 我们忽略了一道菜 番茄牛腩都是番茄配牛肉 但是这个牛肉是腌过的有麻辣的味道 我不知道里边怎么样 我们随机拿两个吧 这个是笋干牛肉 你看能看到腌过的这个痕迹 然后有辣辣椒的味道 所以说我们放在番茄锅里试试 最后我们就将牛肉和蔬菜放入了番茄木瓜的汤锅里 剩下的那些奇怪的菜品就全部放在了辣汤中 许愿它们不会是黑暗的味道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刚才下进的麻辣牛肉 没有很奇怪啊 一开始表情很痛苦 不不不不 没有很奇怪 怎么说就是说这个牛肉保留了原本它腌过那个味道 因为它腌的是很入味的 嗯 所以说有那个自然呀 然后辣椒啊 那个辣味 但是因为中和了这个番茄的甜味 所以说没有那么的辣了 又没有盖掉过它本身那些辣味 而且听说用番茄做牛肉的话 牛肉更辣 会让牛肉更软更烂 更软更烂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奇怪 反倒还有点好吃 排雷体验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酸爽的口味 在吃串串之前喝两口汤 开开胃也不错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锅底出现在 川沃串串火锅店呢 大人带着孩子没法吃这些辣的东西 研究出来这个番茄木瓜果 我看你用的就是正儿八经的 纯正那种水果木瓜 它就怎么做呢 我们一开始就是把木瓜和番茄 通过料理机打碎 然后开始熬制 熬制后 熬制了以后会有一些粘稠 我们同时会加一些高汤 一放一定的比例 然后平常就是上锅 怪不得他们家的这个锅底 吃起来那么的维郁 然后酸度和甜度什么的 都是原汁原味的感觉 尝过这个比较奇特的番茄木瓜锅底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送第二锅福利 它送的就是七折券 就是二十份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口令 这里边番茄锅里边 还加了一种什么水果呢 把这个水果的名字 两个字发布到香港美食的 微信公众号上 前二十名就可以抢到七折券了 我们挑战了番茄木瓜锅 我们现在要挑战另外一些东西 就是看到这一把都是啥了吗 我的妈呀 我这是到了云南吗 奇怪 先最中口味了吧 先挑战你二人 简单一点的吧 红烧肉 一点都不腻 肥油的味道完全是煮化了 红烧肉在被穿成刷刷之前 都是大肉块 先卤至上色 将多余的脂肪油排出来 然后切小片 穿签快速的过油炸 最后淋上一些红油和辣椒面入味 吃的时候 红油汤锅涮一下 油腻的感觉就吃不到了 留下的只有油润的肉香 这一口绝对是肉肉爱好者的专属 哇 和蛙嘴一样 对啊 就是吃过残永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 里边有很多的椒原蛋白 然后你咬下去 其实在嘴里会爆汁的 然后 然后就很香 就越吃越香越吃越香 就是在炸锅里之后嘛 它这个上锅之后有吸那个红油的辣 所以说 你能感受到红油的辣配合着它那个香味 混合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能吃惯的人 一定会喜欢吃这个的 螺肉其实应该还OK吧 螺肉在咱们窗锅里应该蛮少见的 它这几个 对都还蛮少 它这个螺肉是这样的 就是上面一个螺肉 中间配了一个小山椒 然后下边再配一个螺肉 而且这个螺肉本身应该也是腌过的 螺肉很劲的 超筋 就是咱们明天吃的麻辣螺蛳 把口气掉了 麻辣螺 对 蚕蛹 螺肉 扇段 这些都经过了前期的腌制油炸加工 一方面是入底味 另一方面是定型 不然像这种小个头的蚕蛹 就很容易在汤锅里煮散找不到了 其实就是咱夏天吃的炸蚕蛹 然后什么半螺肉烤鞭花 在这里全都可以涮了 又改变了一种烹饪方法之后 把它们的这个特点更明确了一点 没有觉得很奇怪 反而味道也还不错 另外就是这个番茄木瓜锅 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吃完这个辣锅之后 再吃这个番茄锅 可以解辣和解蜜 别走开 先记下地址 广告回来还有福利哦 这家店就在郑州市郑通路 与仁河路交叉口的东北角 左冷禅串串里 接下来我们要送福利了 送的是价值78元的带军券 一共20份 那么听好口令啊 发送解蜜两次 到想想美食的微信公众号上 前20名就可以抢到福利了 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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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别走别走 别走别走别走 我们下午给你做一碗 回面 你做的啊 正是八景的南洋天空回面 嗯 咋眼睛 这面我买的回面去 那我的糖 嗯 这糖可以啊 白景没关系 Danny 熬了几个小时啊 我这个糖不按消失色 我这个糖按喵色 我算了一下 大概就是300秒到400秒时间 不可能 你咋会不 我上班这种冒冲的这么辛苦 咱俩啥关系 我也不会亲自一块 经销着奥高堂 开玩笑了就是 这倒也是啊 叶老师 啊 有些人不相信咱能什么时候 左台湾那个样肉抢回面 你说这不搭三家边 是 那我们就做一碗让他看看 必须得让他看看 好 现在就做 咱搭这么点去 好的 来来来来 这个面你也搭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葱花 是 待会我们要爆香葱花 这就是 我们平时常用的葱花 怎么成了这一碗 会面出味道的关键了呢 我们现在开始切肉 这个就是跟那个葱花 搭配的那个肉是吧 是的 李老师我发现一个问题 嗯 您准备的两块肉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肥肉呢 待会我们也有用处 具体用处呢 我们待会小秘密 一会再告诉你 我告诉你 好 锅热之后 我们加入食用油 因为是呛炒的 所以说油温一定要高 大概一百五十度以上了 好 炒到肉丝发白 加入葱花 那我们在炒羊肉的时候 有一句口诀叫做 肉炒椒 葱炒黄 然后一爆一呛 直接加高糖 记着了吗 肉炒椒 肉炒椒 葱炒黄 一爆一炒 加高糖 好的 很棒啊同学们 而且香味一块 葱香味和这个羊肉的这个善香味 都出来了 因为这个葱炒黄之后 它这个味道 释放得特别香 是的 然后就特别香 盐 加入一点点的酱油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的这个焦黄色 变成这种深红色之后 我们也闻到了这个葱香味 好 盛出备用 肉炒椒 葱炒黄 一爆一炒 加高糖 这里面还是需要加入高糖的呀 没几个小时的时间 怎么可能熬煮出高糖呢 刚刚大家所问到的这个神秘的高糖呢 接下来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小秘密 那么首先呢 我们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肥肉就上场了 上场了 对 肥肉熬高糖 熬高糖吗 不是的 我们呀用肥肉煸出了我们这个羊肉的羊油 待会用羊油呢 再加入一个神秘的调料 所以说咱们这个肉是要选择相对肥较 对 因为我们这个肉是不吃的 只是需要炼油 所以说就那种我们买回来的那种煸脚料 就可以用来炼油 好 用煸出来的羊油加入一样食材 就能做出高汤 那这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肉已经撒的差不多了吧 这样煸得都已经 完整变了 对 下面出的羊油已经足够我们用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羊肉框呢 给 河南话扒拉出来 其实这个肉这个时候蘸点料吃也挺好吃的 撒点自然 撒点自然 自然羊肉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刚刚炼出的这个羊油 加入 这是什么 生粉 猜再猜 面粉 是的啊 加一点点的面粉 面粉有要求没有 平常的中筋 中筋粉就可以 对中筋粉就可以 您这炒的是面油 是啊 咱平常用的面油好 一般都是用咱这个大肉的油炒的 嗯 咱今天用的是 羊油 并且呢是我们自己亲手练出来的羊油 好 好 好 炒至微微发黄 快速加入 热水 哇 看到了没 立马高汤出来了 看着小匠你干不干脆的火牌 我怕 你拍电脑是吧 你干嘛对着火牌 好等它这个泡沫飘过去之后 奶白色就出了 对 所以说这个就特别的 啊 特别 您这可不敢出去开电子 你都要超了 真的 这不行 嗯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汤热出来之后 首先色泽上特别相近于我们熬上六七个小时 熬上一天的那个羊骨头汤 那么味道上来大家闻一闻 是不是刚刚这个羊肉汤的鲜味是不是要出来了 哎 是不是 它真的是 原来用煸炒出来的羊油加入面粉 就能做成这奶白色高防反的高汤 着实让我们开了眼 好 这个其实很多人的酱油不会转变 酱油不会转变 很简单 我就给它捞起来就行了 中 嗯 这一旋老师降低对于你的要求了 这个呛了这个葱花跟这个肉啊是最后才放的 是的啊 好 放入我们刚刚炝好的肉和葱花 这是什么 老抽是用来调色的一点点 生抽呢用来调味的 刚刚放过盐了我们再加入一点点的盐 好调味完成之后呢最后一步我们放入青菜 青菜 对 青菜出锅之前放 喜欢吃可以多放点 好啊 好 对那盛阳老师喜欢吃我们就多放一点 对盛阳处兔子 好 就这样一碗家庭版的南洋风味的羊肉呛锅烩面就做好了 不用花费几个小时去熬煮高汤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在家也能轻松搞定 有时间在家试一试吧 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 而且还有福利哦 这是啥 这个大补这个吃 我就只吃它这一点点 要不是我今天来拍节目 我是绝对不会点 我是不碰这个东西 难以克服我心里的障碍 这是啥 这个大补这个吃好 我就只吃它这一点点 要不是我今天来拍节目 我是绝对不会点 我是不碰这个东西 难以克服我心里的障碍 不愿 咱要点这个吧 你吃吧 这个正我交给你了 今天我们要去吃羊肉 有个县人跟我们说 说他家羊肉这个吃法 特别不一样 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烤羊肉炖羊肉 都吃过 这个像吃烤鸭一样 吃羊肉是怎么吃 我也不知道 咱一起去看一看吧 好 哎呀走到门口都闻到羊山味了 哇看看 热气腾腾 蒸羊头蒸羊脑 这是啥 羊鞭 我跟你说这个不错 这个大补 这个吃好 咱讲点这个吧 莫远 咱咱这个吧 我是不碰这个东西 那一会儿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这是羊排 羊肉 羊肚 羊肠 羊肠 羊脑 羊蝎子 羊全身都吃全户了 这家店打着吃羊肉的旗号 卖的基本上是全羊了 不仅有羊肉 羊身上的各种部位 基本上都有 对于羊肉控门来说 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了 不过他们家最有意思的地方 可不在于吃羊肉 这个是落膜 落膜卷羊肉 卷着家的青菜 可以做点酱 可不就是他吃到 他这个的话 像一卷 它这个排骨的话还比较烂 有好的 所以说可以直接吃 这个骨头很烂 可以直接吃就没事了 我感觉比高压好吃 形状比较丰富 而且像女生都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 但是他家这个一点都不油腻 其实配上青菜 还有这个饼 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一直加热的 这是小砂锅 有点好奇这个羊卷羊肉 是什么味道 这个羊排好软 特别软烂的感觉 羊肉配生菜的感觉好好吃 因为羊肉本来比较腻 这个生菜正好减腻了 然后他们搭配到一块你就会觉得 不是那么腻了 而且它这个羊肉真的特别软 特别烂的那种感觉 看看它的羊排 再煮一会可能都要碎掉的感觉 特别烂 其实你单独吃这个羊肉的话 不蘸酱的话 它是没什么味道 它只有羊肉味 它应该里面没有放太多调料了吧 我看到我的羊饱了 这可是羊的精华 我再考虑我要不要吃 我从来不接触这种东西 特别怕它会有味儿 刚才 不能蘸酱 不能蘸酱 吃下去 味道应该没有让你失望 这怎么能说失望呢 我就没有对它抱太大的希望好了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实在是不能理解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摆脱了孜然对羊肉的质物 老板 过膜卷羊肉 真是给它弄的彻底软烂了 这真是这个肥肉香甜啊 其实羊肉本来的味儿 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孜然和其他什么酱料 只是紧上品味 有认知以来 我觉得羊肉还没有让我失望呢 本身就很香 因为它羊肉有点肥肉 特别香 对于真正爱吃羊肉的人 其实并不在乎用什么烹调方法 因为羊肉本身的味道 就带有足够的魅力了 这家店的羊肉 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佐料去烹饪 也没有很重的羊山味 看来他们对自己羊肉的品质 算是非常有自信 咱这个羊肉是那个乌蒙贝尔大草原的山羊 因为它那个地方羊是天然牧场自然散羊 它是在那个草原上边吃草边运动那种 运动羊肉 对对对对 这个羊它那个肉质比较细腻 就是清水煮啊 没有那种煽味 我们就是做那个用水直接煮这个羊肉 选用天然草原牧场的山羊 天生肉质肥美 没有羊山味 所以这里的师傅也选择了最简单的烹调方式 只加一点盐和葱姜去煮 更大程度保证羊肉本身的味道不被遮挡 它这个汤下里肉多 每天要煮两三只羊 所以说汤 咱这个汤就是直接肉滚出来的 这是初步加工 二道加工前面还有个老汤 除了这种清水煮出来的羊肉 他们家对于羊肉的不同部位 也有不一样的烹调方式 特别有意思的是 不同部位有不同做法 像这个羊排羊肚 它是这样煮着吃的 羊蝎子还有羊棒肚酱出来的 羊脑它是蒸出来的 接下来我要尝一下它加了这个羊棒肚 这个酱出来的跟它这个煮出来就是不一样 这味道特别足 这个太过眼了 就是精华羊蝎子 看它这个肉超级烂 酱出来的羊肉完全吃不到羊山 像这种羊肉你吃了 你还能带一点羊肉的山味 那其实就是羊本身的味道 但是这种你完全吃不到羊山味 主要就是吃它这个酱味 还有这个羊本身 它这个肉比较肥的这种口感 酱香味的羊蝎子和羊棒肚 味道比较浓郁 对于完全受不了羊山味的客人 算是非常友好了 听店里的大厨说 这种做法离不开一样 正殿之宝 这个汤就是我们的那个特色的神汤 正殿之宝 对对对 这个汤一百多年了 这个汤是那个我师父这块穿的 到汤那一块是六代 我这一块要算是几七代了 有一百五六十年了这个历史了 这个汤种那个清潮的时间 包括这个经历过这个民国的时间 原来师父开这种店啊 开在罐罐 因为那个时间比较乱 后来他把那个汤就放到流沙河里 用一个碗罐一直藏着 直到就是放到现在为止了 放到流沙河里了 对啊流沙河 对那个时间没有那个冰箱 就是保存汤的方法 就是用那种方法直接保存 河水也没有把它冲跑啊 没有 这是带着河水的味道吗 是的 这个汤里面放的有花椒 辣椒 白质 党参还有一个螺汉果 螺汉果是清热的 枸杞参是四母的 清水煮过的羊肉 必须要经过第二道加工过程 就是用这锅百年老汤 充分入味 放入砂锅中慢慢小火微炖 这便是这里的羊肉 吃起来软烂鲤骨的原因了 虽说这家店主打就是吃羊肉 但据说在这里 还有一样与羊肉完全不相关的美食 也非常受大家欢迎 这个是啥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 女生比较喜欢 库尔勒烤雪梨 这梨是烤出来的吗 这个大缸子是烤梨吗 哇 这里面有好多糖瓷罐 这里面是糖梨水是吗 有库尔勒雪 有甘蔗 有雪 有春贝 有乌花果 这么多东西啊 那一会给我来一杯是吧 来两杯 我也有一杯 他家除了吃羊肉 还有一个点睛之底 这个跟羊肉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他家的这个 库尔勒烤梨 里面有枸杞 有梨 还有甘蔗 我刚刚听他说里面还有胡花果 你看这里面的甘蔗 这真的是一整颗梨在里面 一整颗梨 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我觉得它应该没有放糖 因为它里面放的有甘蔗嘛 还有这个梨 它本身就是出甜味的 再放它那个大陶瓷缸子里面去烤 这个还是喝着挺滋补的 要不然羊肉吃多了你可能会上火 这个可能把这个火往下降一降 可能是起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如果你也想来尝尝这里的羊肉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福利 回答问题 这里的羊肉选用的是哪里的羊呢 把答案发送到香香美食微信公众号上 就有机会获得价值90元的羊肉双人餐一份 只有20份福利先到先得 我们是男方过来的 然后我们那边没有吃大肠的这种习惯 不喜欢那个味道 不喜欢油腻的 但是不排是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它如果是做的不那么腻的话 就还好 嗯 行家呀 其实不吃大肠 可能主要原因是他本身的气味 比较难处理 而对于一个信仰人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他叫谢辉 信仰光山人 做大肠汤已经多年 去油除味 对他来说 基本操作 这鞋带这一步都跟于是 处理胆上去的 对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 对 第一步 然后就是说给它放水里面 先泡个20分钟 因为里面有油的 那个稀米水 可以吃一些油粒 然后那个剪刀给它破开 给它大肠破开 我该把那个多如意那种油脂把它去掉 好 然后这个漏完了之后 捞起来了之后第二遍吧 这边就是给点那个干粉酥 我们叫干粉酥 就是那个超级生粉 料酒 食醋 然后再洗一遍 它放一遍是啥的 对 第三次的就是给那个面粉 洗完了之后就行了 这儿啊 兄妹 把那个水料干 因为这里面有水嘛 多少有的那个有异味的东西 你把那水晾干了之后 衣味都少了一些 咱们有的时候是大肠 你吃出两个口味又可重 有点臭多的 有没有那个大肠的意味 没有油味 没有油味 我喜欢就这种 不臭的这种味道 可筋 而且不肥 没有那么多油 肥肤多了不好吃 这个味吃出绝对可以 其实大部分女生 还是挺喜欢吃的 我现在吃货 只要好吃一点的 我都觉得好吃 这个大肠汤呢 是信阳罗山的特色小吃 罗山大肠汤是我们最有名的 在我们那个信阳嘛 都是随处可见那种小店 据说历史渊远流长 相传 罗山大肠汤是开国皇帝朱元璋 信阳到西凉罗山 上午十分如果饮农家 闻到了香气扑鼻的肥肠汤 顿时神经济可 连吃了几碗 哇哇哇哇 这碗其实我觉得 对于中午午餐来说 男女生应该都是一个 刚好的量吧 这个大肠看着 切得还挺小的 但是 这个肥肥的感觉 我要吃一口 跟之前吃的烧大肠不太一样 就是 这个块头明显要 要更小巧一碗 所以说它入口肉 很好嚼 很好咽 比烧大肠要精气一样 如果之前那种 一大圈一大圈 就这种一件一件吃 不行吗 那不行 要比已经小一点吃了 才有那个味 我要让它躺好 然后看一看 你的里面 像下面这个部分 就明显看 洗的是比较干净 然后它的肥油 流了其实不多 就像那个美女说了 必不可少 好可爱啊大肠 看着 哇这就是贼干净 但是这块有点 太瘦了吧 软软 痰痰 但是一嚼都烂 想用舌头去拒绝 你看看这看这看这 没有任何压力啊 就这种其实像这样的 其实是需要有一点 有一点吃不 才有那个油油滑滑 那种肥的感觉 是需要有一点 不然没有啥香味的 除了大肠之外 配菜有豆腐猪血 这两样 还有小葱 信仰人好像特别喜欢 因为这个香葱 颜值很高 我认为比大葱颜值高 这豆腐我觉得像老豆腐 但吃起来却不一样 这个比老豆腐的性格要论一点 像我们郑州有那个老豆腐和嫩豆腐之间 在我们信仰就是没有说老豆腐嫩豆腐 就是哪一种豆腐 都是介入老豆腐和嫩豆腐之间嘛 那种感觉 就是如果要是太嫩了 燉燉燉湯的话就碎了 太老的话 即使是做熟了之后 还是有一种硬豆的那种感觉 再尝一罐 猪血 猪血啊 这个猪血的作用 我觉得就是增加口感 这碗大肠汤里有大肠的软痰 豆腐的细嫩 猪血的紧致 搭配挺好的 这碗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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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单喝 超鲜 鲜辣鲜辣 我不知道别是啥感觉 我喝着有点磕了这种感觉 好像还提神 说不来这种 鲜了吗 不是不是 鲜了鲜了鲜 有点偏鲜 有一点辣辣的 糖味脆 但是河南这边口味 它不像的不硬的 露露这样的 酱香的那种鲜味 也不像传染这个 那个味是吧 有点咱 咱 河南那种 也不是说酱油很重 但是把那个咸味给淘散了 这一坨菜 这个打上糖味的环境 最后 然后我们自己制的鲜油 用那个辣椒粉 炸的油 然后 我们都加我们自己 那个制的料 这里面有 一二十种那个酱料吧 一二十种香料吧 对 像那个橙皮 桂皮 花椒 大葵 那个八角 还有那个 没有常见的那个 可能没听说过 叫那个杀仁 这个 你吃饭了吗 听口 除了这些之外 黑胡椒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么多种香料在一起 味的就是 最一定的腥味 而且提高它的香味 而且这个酥料吧 有一部分都是那个中药材 对身体有益醇 在这样阳光明媚的一个中午 在这样一个绿树蓝天之下 我在这么一个小桌上 吃着这么多的家常菜 嗯 可认感觉亮好 在信阳 一般都比较爱吃米饭 所以说这大肠汤的配搭 也是 一份米饭 一份大肠汤 配合得吃 肥肠北米 一定要搭配好再吃 我觉得米饭的比例不能太多 不然这个肥肠 我咸了不有点劲了 太快了 一点米饭一点肥肠 嗯 还能吃出这种完美的融合 很下饭吗 可以 这是很下饭 那如果按捏的适量 你能吃几碗米 我不认为一会儿还要再加一碗米 可能两碗米吧 两碗米 会把这个糖汁拌到咪哩吗 会 如果是这样的碗 你也能吃几碗 我再想吃两碗 这碗不够 两碗够不够 我是吃火的体验 OK 我懂 我懂 吃火们常说一句话 高手在民间 在路易县的木店乡 这句话似乎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我外边的过来或者北京的拿个的都买到的少多 我大概是卖了四五十年了 那你这也是冲销都吃吗 冲销是吃到的 这跟我们的减肠 他卖不弯 其他人都卖不弄 当地人口中声名远播 完胜同类品种 一次要买几十斤带走的美食 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独特的美食呢 玉董丸子也是我们玉董 鲁鱼类的家乡味道 像我们这玉董人 以后这个干活回来了 累了 饿了 挖一挖玉董丸子一吃 有点喝点开水 这个挺不错的 味道很好 可以香 居然只是看起来再家常不过的丸子 能被鲁鱼人当成是家乡味道 这种绿豆丸子和普通丸子相比起来 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普通的这种丸子个头大一点 然后就是这种当地的丸子呢 就是个头比较小 用左手轻轻使劲 这个丸子就烂了 但是看这个个头比较小的这种丸子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捏是捏不动的 见识过了路易绿豆丸子的硬度 接下来咱们再一起来听一听这种丸子的声音 这个丸子究竟有多脆呢 咱现在放到嘴里听听它的声音 据当地的老乡介绍 绿豆丸子在路易除了干吃通常还会做成汤 这种汤喝起来与郑州常见的丸子汤也有很大的不同 它里边放的有粉条啊有豆腐啊还有菠菜 然后像丸子汇成汤之后 它的口感又就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口感 因为它入水之后很沙 然后有这种就是说绿豆的清香味 厚味是清香型的 这种就是干吃和做成汤之后 两种截然不同的口感 这个应该是很奇妙 绿豆丸子干吃酥脆 做成汤则口感沙软 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奇特的味道特点呢 像我都76了 76了我今年我都盖了43年了 所以谁叫人家是俺老母亲 我老年是养肉店 养肉店大舅给老爷传下来的 家传的手艺40多年的经验 这位老人说起路易的绿豆丸子 可谓如鼠家珍 我喜欢绿豆 我喜欢多绿豆 没绿豆 那这个绿豆有什么好处呢 它那个好处因为你吃力饱满 好 但这个吃力的绿豆它不好 它吃了没想到 精选的绿豆要在机器上一破两半 老人说要想丸子的口感好 细节很关键 这部分是将这个椎子晒过来 这个就是绿豆的那个手 压那个椎子晒过来以后它不电压了 你说这是为啥呢 口感这个好 口感这个更好了 这是 接下来绿豆还要浸泡 老人说这里隐藏着丸子好吃的秘诀 给这天气都收了 你现在的天气都泡八个小时 就泡八个小时 那要是冬天夏天 要是冬天能泡十个小时 这是夏天 要是六月的天 五天的时候 只能泡零个小时 这个木地把不进化 这个破开这个荒草的模式以后 泡沫 现在当是请回套 套吧以后这个回门得倒了 空中还这样请回泡 那你就是光浸泡这个过程 得换这片水 最少也得四片水 得四片水 没有四片水 你能弄不干净 沸公沸石 那你不沸公沸石 那你可能出来东西 你这个 做这个东西 你没有那个沸 沸沸沸 你炸了就不好看 沸公沸石的浸泡 是为了把绿豆皮和绿豆黄彻底分离 这是制作丸子最主要的原料 老人说 独特的工艺 确保了丸子 在自然状态下至少四个月的保质期 接下来加入调料搅拌均匀 就可以进行炸制了 而老人炸丸子的方式也有成见的方法 有很大的不同 你炸这个东西 因为可别动 一动它就脱 这东西炸到里头了 可别动 这个机器也不要动 你一动它就炸成可烤了 炸这个时候还在温暖吗 这个时候炸得烂 油是冲突 油是冲突最主要是在七八成 七八成的油 七八成的油 油搞了 倒了就糊了 它不好吃 油温底了 油温底了 它是本楼管骨头 喝油它太不好吃 就好像没人 到了这个早春第一果 就是这个 草莓啊 飞哥 你去摘草莓 玩得可开心啊 那是 吃的还可开心呢 不过摘了吃 摘了吃 是一直吃 草莓是吃到生无可恋了 我当时就一直在想 这也太没意思了 草莓能不能吃出个新花样啊 你把这的草莓给我 咱去找童童姐做呀 这么快都洗好了草莓 我们摘草莓叫得不错吧 你看啊 虽然说大小不宜 但是一看都是长熟的 找最好的是谁啊 对对对 听话是啥 现在草莓特别好 然后我们摘草莓点儿想 那草莓除了喜喜觉之外 有没有什么花样的翅膀 吃的不一样一点 草莓嘛 花样吃法太多了 颜值又高 长得又好看 我觉得这个草莓做什么 可好看了 对又营营 我今天我就 哎呀随便 咱们看今天 家里有什么食材 酸奶 酸奶 牛奶 牛奶 然后 胡思 这东西啊 这东西啊 你随便算几个 就让你大饱口福 做三种吧 三种啊行 对 哎呀 分分钟就做出来 我们先做个最复杂的 牛奶 草莓 椰蓉 小方 说起来很复杂 其实步骤很简单 因为那材料也很简单 只需要就是煮一个酱 这一下就要做三种草莓的吃法 真是迫不及待了 我刚听到要做酱还以为把草莓弄碎做酱呢 结果你看看 童童姐只是把草莓切成了两半 对呀 我也很好奇 到底是要做啥酱呢 煮酱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三种原料 牛奶 然后白糖 这个是玉米淀粉 牛奶我们用400克 两盒 是 放入50克的白砂糖 这个糖的量我们可以根据 就是自己的口感去调整 然后这个是玉米淀粉 为什么要用淀粉不用面粉 因为面粉它糊化的时候它会有疙瘩 50克的玉米淀粉的量不要去调整 因为这个是有关到我们等一下煮这个糊的粘稠度 完全把它搅均匀 我们就开火 出火就行 你要不断搅拌 因为里面有淀粉 它肯定如果你不搅拌的话 它会沉淀 沉淀也会轮入糊锅 这个糊化的过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糊化我知道 糊化是将电粉混合到液体中加热 溶解膨胀成粘稠均匀的透明糊的过程 一直去观察 然后等到它有冒小泡 看一下这样放着 好 来 我看一下 嗯 对 它开始有冒小泡 然后我们就赶快搅拌 你看 它是不是越来越浓稠 这时候关火 要不停地搅 对 它搅拌的时候变稠了这感觉 就是用酵 哦 就是就是 对 酵 哇 对 到这个状态 而且它没有颗粒 你看是非常颗粒的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它是热的不要放凉了 不用放凉 放凉它就捏不到草莓了 先放一半 就是铺一半 勺子大概给它抹平就行 不要求就太完美 因为我们最后还要去切 放草莓的时候你要注意 草莓和这个 就是 牛奶糊 中间要有一定的缝隙 为什么 如果你要是全部贴紧去放的话 等我们切了就不会散 哦 因为草莓和草莓之间是粘不住的 哦 你要用这个牛奶糊给它完全粘住 大概可能我盖着差不多不行 对 把草莓全部盖着就行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步骤 让它降温 放冰箱 好 这样就OK了 放冰箱大概冷藏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行 草莓牛奶小方 这就做好了 这样子可不咋好看啊 最后的样子据说会有惊喜 趁这功夫咱继续做别的 刚才咱们是做了个甜品 然后放冰箱的一会儿 咱再来一个 吐司片 这个早餐也可以 对 我觉得它早餐挺好 把这个边缘切掉 我们刚才切好的吐司片 用擀面团压一下 压一下让它更薄 因为你压一下它这个 七孔就排掉了 它更紧密 吐司去掉四边 用擀面杖压平 这是要加馅的节奏啊 飞哥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就是要做草莓吐司派 来吧 草莓上场 切成小丁 不要切太大 切太大我们吐司片放进去 容易把吐司片撑淡 我们切好的草莓蒂 然后放在大碗里面 我们这时候加这个酸奶 最好加这种 就是粘稠一点块状的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其实这个就直接可以吃了 我们压好的吐司片 放上草莓蒂 说起这吐司片啊 到底怎么给草莓馅包进去啊 这也不好裹住啊 神器啊 有神器 用神器分分钟搞定 鸡蛋一桌 我已经在这打了无数个鸡蛋 鸡蛋液是换弄的 我们就要用到神器 我们今天用这个蛋液 是起到粘接的作用 就是叫火 然后压紧 边缘用手压一下也行 用擀面筋压一下也行 我们这也不是为了让它粘连在一起 鸡蛋液在这里很巧妙地起到了胶水的作用 把两片吐司片给粘合在一起了 对 鸡蛋液除了能当胶水 它还能当化妆师呢 我们全部做好以后就要美颜了 还要用到蛋液 把土丝片上刷上蛋液 鸡蛋是不是有个好东西 真的 鸡蛋液是过能的东西 在家里如果有黑芝麻的话 表面再撒几粒黑芝麻装饰一下 好看啊 我们刷这个蛋液只刷一面啊 我刚以为两面就要刷 你那一面会让它粘在烤盘上的 好 我们放入烤箱 我们放入烤箱 记得一百八十度 然后五分钟 进烤箱用平底锅都行 瞧瞧 这会儿看着这个草莓吐司派就很有食欲 我就盯着了 几分钟后就能吃了 你可别 我跟你说 就这几分钟 咱就能再做出一个草莓好美味 真的假的 我们的草莓派进烤箱了 小芳在冰箱里等着呢 对 五分钟时间 我就再送你们一个 再送一个 差点再做一个 我还送你 再找你们一个 我们加给了酸奶 哦 有 草莓 切薄片 哦 切着边吗 对 完全贴进去 这就是导演要求的 一定要漂亮 有颜值 四秒 我们大概贴的时候要贴在一个高度 就平了 对 这样出来会好看 这个知道吧 冰箱锅的 哦 蛮快的 再加个没有的话 筷子也行 这个吗 出了以后 我们要做一个高颜值的 噔噔噔噔 哦 然后一步就成功了 把酸奶倒进去 先把酸奶倒进来 再把酸奶倒进去 我们的草莓还好 你看我们大概倒进去这个高度 好像偏草莓的高度一样 我看看 放绿球还是什么样 漏洞 真是简单又快捷啊 在家一会儿就能冻上好几盒 咱这时间把握得刚刚好 草莓吐司派 快快快忍不住想吃了 黄灯灯的 真好看 切开了里面更好看 外黄内红 外酥里软 草莓酸奶馅 入口又顺滑 真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而且携带也很方便 这可比纯吃草莓 舒服讲究多了 关键还挺好做的 点个赞 草莓吐司派吃完啊 咱的草莓牛奶小方 也可以出冰箱了 这个 牛奶小花好了 已经完全进行了 姐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么丑 我们要切啊 还要给它美容啊 然后蘸上 鱼乳 漂亮的 我买小花花车好了 这一切颜值瞬间提升不少啊 关键还QQ的弹弹弹 一整个放进嘴里 这口感太回味了 飞哥 飞哥 这一盘全是你的 我要吃草莓酸奶冰棒 对对对 草莓酸奶冰棒 这个我也要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就找到了草莓的三种花样吃法 还真是幸福的体验 其实草莓能做的东西 还有很多 大家伙慢慢发现 一起分享吧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 民生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